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夕不在 我知道 我只想找你谈谈 你和我妹到底什么关系 我跟她有个约定 约定 难道你跟我妹已经私定终身了 我不管你跟她有什么约定 我是她哥 我有权利调查任何想接近她的男人 说 你做什么呢 你要不说 我天天上你家邀人去 我是帮别人调整时间的 原来是钟表师傅啊 类似 那也算是个正经行业 如果你是个正经人 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担忧 我也希望你能劝我妹妹回家 她要留要走 是她的自由 但其中必定有她的理由 你要是真的关心她的话 应该试图理解她离家的原因 而不是来找我 原因我肯定会去了解 但我就是对你这个人不放心 我问你 你认识姚欣多久了 很久了 我说 原来喜欢这种高冷法 你说什么 没事 那她喜欢你 你知道吧 我管不着 缺度自负 欲情故纵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先走了 那我问你 你跟我妹之后有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 夏夕是一个我不得不管的人 严格来说 我只被她使唤 还真看不出来啊 好 怎么了吗 是不是非得像你这样 女生才会喜欢啊 喂 今天呢 是好物绝佩开播制作会议 今天呢是好物绝佩开播制作会议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 担任这次主持人的小悠 大家好 我是小悠 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 与大家一起共事 还请各位前辈老师 能够多多指点我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 能够顺利完成这次 制作任务的幕后功臣 杨牧 杨老师可是我国考古新生代的 优秀代表啊 好 周董真的是太抬举我了 我只是 一个专注在考古事务上的人 不太懂得制作节目上的事 但是 我一直希望 能够透过媒体的力量 让考古和美术史的知识 能够走进每一个人的身边 这也算是我为考古文物的宣传 尽一点绵薄之力 谢谢 以前 我对咖啡很挑剔 只买手冲的 但当我太太 在美国医院过世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时急诊室外 有一台咖啡机 也不知怎么了 就在那儿买了一杯咖啡 从此 就爱上了 投逼咖啡机的咖啡 似乎我太太 好像在借由咖啡告诉我 杨牧 你振作点 你还有很多事没有完成 所以 我才要回国来完成一些事 那你是想要 完成什么样的事 当然是 当然是要推广考古 落实产学合作 这些都是工作上面的事情 就没有什么 是你个人想要做的事情 当然有 但说出来 不太切实际 没事 说说无妨 好吧 我想 找到玄机 之前听你说过 你想透过节目 找到警察和你一事用的玄机 是啊 如果真的有人能够把玄机 拿来做节目就好了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干考古的 总想验证那些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是否真的有匕首和玄机 就能够召唤天神 就是画箱砖上的毕首和玄机 你怎么知道 找到的匕首和玄机 就是画箱砖上的 匕首和玄机呢 所以 我才说不太切实际 如果可以召唤天神的话 你想要请求什么 我当然 是希望能够把我太太救回来 让她陪着我一起完成我们的梦想 有她在 这一切才有意义 现在从海外收藏的那只匕首 应该就是当年的那个匕首 只差 新娘放在祭台上的玄机了 如果能找到 说不定 真的有机会能够召唤天神 是 起落 是啊 说不定 喂 姚教授 在忙吗 我刚回到办公室 有些事情要处理 怎么了 你今天开一整天的会了 应该还没有吃饭吧 要不要跟我一起吃个晚餐 不用了 我今天很忙 没有时间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把饭都带过来了 一起吃吧 炖了乌骨鸡汤 里面放了些红枣 你呀 刚出院得注意调养 你会的可真多啊 怎么样 是不是对我刮目相看 像一种决心 我就有了答案 我可以再忍耐 把眼底失落变空白痴 等着你转身走过来 这个汤是你煮的吗 好喝吗 我妈身体不好 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 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学习用食疗 帮她调养身体 而我妹呢 她总是混乱吃东西 我这个做哥哥的 也就只能多学一点了 你对他们可真好 当然 他们可是我家人 有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真羡慕你还有家人 真羡慕你还有家人 抱歉 没时间的转弯 成全我们爱 爱爱爱 一个人很辛苦吧 习惯了 其实我也不算是一个人 要是有状况的话 朋友也会在 像是叶顾吗 一般我要是出事的话 他都会出现 他也算是我的家人了 可他也没有去医院陪你住院 我真搞不懂 你也好 下戏也好 为什么每次出事的时候 总是找那家伙 下戏怎么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自从他离家出走之后 就跑去他那儿住了 怎么劝也劝不回来 是吗 我真搞不懂 你们到底为什么 那么喜欢他 在我看 他就是一个没心没肺 没有办法去体会别人的 那种冷血动物 叶顾他不是那样的人 他虽然很冷酷 但其实他的心地 非常地善良 表面上看来 他跟所有人都有聚立一杆 但只要朋友需要他帮忙 他都会出现 他也会尽力去完成 别人拜托他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谁像他那样 把别人的事情 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对待他 我也总把别人的事情 当成自己的事啊 你看我这不是给你 炖了五股鸡汤 我甚至还去医院赔床呢 你这是在跟叶顾比较吗 没有 我只是要证明 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他做不到的 我更能做到的 他什么做不到 像 我还得备课呢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去折越远 像是照顾你的一切 行了 汤就放这儿吧 我还得备课呢 那好吧 汤记得全要喝 好 小心 这又不好吧 说 嗯 姚教授跟依谷到底是什么关系 啊 哎呀 哎呀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吓死我了 嗯 嗯 你倒是说呀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我是不会说的 按照管家的职业道德 我是不可以向你透露 任何关于夜库的事情 你确定 嗯 一个字都不能说 一个字都不能说 好吧 本来还想着 小悠当上的主持人 可以在家 给她举办一个派对 你也可以趁机 都跟她接触接触 这样看来 就只能我单独出去 跟她狂欢了 夏希姐 夏希姐 我说 我全都说 是吗 嗯 不用顾及管家的职业道德了 什么事 能有夏希姐的事重要吧 好说好说 那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嗯 在我做 夜库的管家之前呢 他们就认识 是认识很久的朋友 但是 具体是怎么认识的吧 我就不清楚了 这样啊 嗯 那姚教授 怎么知道夜库是时间使者 难道 她也是时间使者 不是的 虽然 姚欣姐和老大一样 都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了很久 但是吧 为什么姚欣姐 她不是时间使者 又能够长年生存 其实 其实这一点我问了很多人 但是没有人愿意告诉我答案 是吗 你看啊 就像每一次 姚欣姐出事儿 老大都会去帮忙 之前我还跟老大一起去医院 探望出车祸的姚欣姐 然后吧 我就总觉得 他们两个之间 应该有什么 你看啊 就之前有一次 姚欣姐 喝醉了来找老大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最后呢 就只能让姚欣姐 住在家里了 你不是说没有人住过这里吗 我是说 没有人住过这间房 好吧 原来他们关系这么紧密啊 难怪她什么都知道 你说什么 没什么 那夏夕 小悠庆祝派对 还可以在这里办吗 夜顾说可以就可以 好 那我去说服老大 你就跟小悠说 一切都交给我吧 你可真有本事 先是欺骗了姚欣的感情 接下来再教唆我妹妹 离家出走 你可真有本事 先是欺骗了姚欣的感情 先是欺骗了姚欣的感情 我现在在家里了 你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 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 我也知道 怎么了吗 没事 这个 接下来 Oakland 我怕我轻也也算是 你知道你 而且是 因为我们真的很好 在哪找到的 在姚昕那找到的 在姚教授那看到的 姚昕好像也在找关于 玄机有关的配饰 说不定找一天你们俩可以聊聊 她为什么也要找玄机啊 我想可能跟上课有关 还是说 是跟她长生不死的绅士有关呢 你怎么知道呢 看吧 我说得果然没错 别人以为你们俩做什么会瞒着我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既然你都知道了 你干吗不自己去问 你答应帮我找试试 当然你来问了 我帮你找到线索了 叫你哥带你去 你陪我一起去呗 我不要 你自己去 怕我在场你俩尴尬是吧 果然有鬼 奇怪 你们夏佳人都这么无聊吗 我跟她根本没什么 没什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一起去 不是不敢 是我不要 你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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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你敢 我要 成交 这君子一言罢 四马难追 既然你说了就要做到 你不敢 你不敢 老大 有什么事吗 真搞不懂 怎么上一秒还开心 下一秒就生气了 老大 你还是对女生太不了解了 我都活了两千多年了 女生还见得少吗 我跟你说 女生呢 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 不是你看得多了 你就懂得多了 要想了解她们 还是要花点心思的 那该怎么办 就你就问对人了 别的吧 我不敢说 但在研究女生 这个事情上吧 我最近可是很在行的 我跟你讲 女生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但她们却很清楚 自己不要什么 你说说看 夏希她因为什么生气啊 我怎么知道 原本好好的 后来就突然生气了 那你想一想 她生气之前 你都说了什么 我说 姚欣最近好像也在 你看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老大呀 你怎么能在夏希面前 说别的女人呀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 老大 之前夏希跟她学长 走得近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高兴 没有 夏希不高兴 就是因为你在她面前 提到了姚欣姐 而姚欣姐呢 又知道太多 关于你的事情 所以呢 所以啊 你要让夏希不生气 就多跟她讲 你自己的事情 或者你自己心情 来点那种情感上的交流 这样她就不会生气了呀 可是她为什么要对我生气呢 因为 算了算了算了 说多了你也不懂 真不明白啊 你们时间实质 没情感 到底是是好是坏 总之呢 你要让夏希不生气 就多跟她讲你的感受 嗯 再或者 跟她讲一些 她不知道的事情 她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该怎么去问她好呢 这还不简单 多问为什么呀 多问为什么 也是一种修行 我跟你讲啊 就感觉 你好像对她的事 特别在乎一样 多问为什么 老大 有问题呢 你随时问我 我都可以帮你解答的 一份草莓蛋糕 一个甜甜圈 嗯 对 我在工作 你来干吗 下班 我们一起回家 我都说了 你不回去了 你就别管我了 你就回来嘛 算了 算了 你们都这样 都去找叶姑吧 怎么了 我昨天去给姚姓送汤 问她跟叶姑什么关系 结果 她说了叶姑一堆好话 真搞不懂 叶姑这小子到底哪里好 跟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叶教授 嗯 然后 叶教授喜欢叶姑 嗯 那我问你 你自己是不是也喜欢叶姑 我才没有 真没有啊 我不过是让她帮我 调查绅士 别的 真没什么了 哎 我们帮你找了五年绅士 都一无所获 她有什么本身的帮你 她不一样 她 嗯 算了 说你也不懂 夏希 你到底了解叶姑多少 嗯 我就知道她是做什么的 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 你看 你 你只知道她是做什么的 你 你都不了解她 你怎么喜欢她 那哥你又了解 了解错多少 我 被你这么一问 我除了知道她没有家人以外 对她一无所知 哎 可是那不一样啊 你是女孩 你得好好保护你自己啊 你也是 要是叶教授 不喜欢你的话 你就别死缠烂打啊 我才不会死缠烂打 我会让她自己爱上我的 哎 要是学习有这份觉悟 咱爸就放心了 哎 爸妈 哎 一辰回来了 吃没吃晚饭啊 妈妈去给你热个菜吧 我在外面吃过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去找了夏夕 夏夕在忙 你去瞎搅祸什么呀 我 就找她有事 就看你成天在外面玩 从来没看见你念书或者工作 你不是要用自己的能力 来证明给我看吗 难道这就是你的证明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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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在外面累了一天了 让他上去歇息不行吗 快去吧啊 你就是太宠疼了 我 我跟你说啊 你再这么玩物丧志 以后就别指望我 帮你收拾烂摊子 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 你为我做任何事 从小 大家都说你是院长的儿子 你功课应该很优秀 出社会工作之后 大家也说你是院长的儿子 你能力应该很突出 大家都院长院长院长的 谁还在乎我 如果你做得好 大家会不在乎你吗 可是我很努力了 我真的很努力了 但在你眼里 只有养母一个儿子 没那么回事 行了 行了 少说两句吧 不知道家和万事行吗 儿子 忍一忍啊 我已经忍很多了 有数说三建材 早 五文年 didn't meet you Clap 干吗 我平时刷牙 她都是从后方刷到前方 这是姚欣不知道的 她不知道关我什么事啊 那你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怎么刷牙呀 为什么不要 你怪怪的 小夕 我平时洗澡 都是从下方洗到上去 我平时洗到上去 她说你为什么又生气啊 妈你回来了 一辰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哪儿都没有去啊 那 这行李箱怎么会放在这儿啊 这不是你的箱子吗 你想去哪儿啊 这不是之前一直被你们骂不上镜吗 我自己搬出去自力更生 傻儿子 那也不用搬出去 算了 别管他 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会回来的 你说什么呢 老夏 儿子 别听你爸爸的 妈 我已经决定好了 嗯 小夕 你觉得 要做多少个才够啊 我不知道 你去问姚教授呗 为什么要问她 什么 她知道那么多 你问她比较快 哦 二十 老大 你这样说肯定是不行 那要怎么说 谁这么早来啊 应该是小悠 我去开门 小悠 我这还没准备好那怎么办啊 小悠 你怎么才 哥 哥 都没跟我打个招呼你怎么又来了啊 我决定了 既然你不回家住 那我就住下来照顾你 这里不是酒店 你不能说来就来 为什么下夕呢我就不能啊 因为 她是老大带回来的女人啊 哥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妈会担心你的 没事儿 我已经跟她说过了我要出来住 星夜的 是你自己要我搞清楚 为什么下夕要离家 我今天就是来搞清楚的 可是这里不欢迎你住 下夕在我就在 哥 你怎么这样啊 要不然你跟我回家 我 我怎么能让你跟别的男人住呢 我不管了 叶姑 你来决定吧 随便 住就住吧 可是要叫逢租 没问题啊 下夕付多少 我就付多少 她不用付 那我为什么要付 因为 你不是这里的女主人呗 什么女主人 喂 星夜的 你对我妹做了什么 哎呀 你别瞎说了 我先送她去客房 不是 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女主人啊 来来来 干杯干杯 干杯 这是小油大人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帮我办一个 这么大的庆祝会 这些可都是顾宁帮你办的哦 是吗 谢谢顾宁 不过说真的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也会有一个 这么大的庆祝会 想起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 还因为签公司 差点被人骗钱了 不过还好 我是最坚强的小油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因为我的夏夕宝贝 在我的身边陪着我 还有大家 小油 你是最棒的 那个 一辰哥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是这样的 我们栏目呢 有一期关于清华词的专访 但是我对于怎么分辨 不是很了解 所以要请教一下 好啊 我先看一下物件 然后再跟你说怎么分辨 好 好啊 杨沫 你干嘛呢 没 没什么 小油 这个清花词 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张会长提供的 我们栏目现在 跟张会长的判断公司 有一个密切的合作 所以 好 喂 胖子 有件事你要调查一下 好 别待会儿又喝醉了 哎呀 这不是开心吗 小油真的好厉害呀 从大一的时候就想当主持人 后来真的实现了 他一直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没有放弃过 我也一定要努力才行啊 那你想做什么 我 我 我想有一个家 前几天我在咖啡厅 不知道该去哪儿 是你把我带回来 还让我住下来呢 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 我真的可以找到一个 安心待着的地方 既然我的玄机和警察有关 再加上夏爸爸 他们准备举办一个 警察文物展 说不定 我真的可以慢慢 找到些什么 嗯 那你呢 你想做什么呀 我是时间师者 照常理来说 应该不会有想要做的事情 但最近好像有了 什么呀 可爱 我先让你快乐 这 soci 叫你 在哪里 就算忘记 我还是会 爱上你 浩瀚一首之中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才行哦 多么微不走到 有渺小存在 拼命挣扎 作曲 李宗盛 我去的都不堪 有现在的陪伴 像一种决心 我就有了答案 我可以再忍耐 把眼底失落变空白 等着你转身走过来 你时辰依赖 在时空之外 我知道是爱 值得去爱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曲折越乐观 在时间的转弯 成全我们爱爱爱爱爱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曲折越乐观 在时间的转弯 成全我们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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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纹绕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曲折越乐观 在时间的转弯 坚决我们爱爱爱爱